所以他也很特别喜欢中国 每周都在上山海老师的课 今天终于见面了 中国初来吃的料理 我们在中国初来吃的料理 非常好吃 我们跟于老师约在圆山公园的小饭馆 见个面吃了饭 我们老师住在新加坡 他家里是住在大阪附近的 所以年底了回家一趟 这家店经营传统的蕎麦面 据说已经营业了60多年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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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老师是我在小红书上找到的 我现在正在参加她的课程 是不是她的真人比屏幕上漂亮 我准备跟那老师一直学到高级 就现在主要不敢说 其实词评多 其实我也是不大 就是来了日本之后 很多时候我也是挺不明白 因为太快了 对很快 尤其是西日本是不是 他有一些方言 有些方言 老师是大阪人是吧 对大阪人 大阪人 大阪人 好吃 好吃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点了什么蕎麦 如果有点蕎麦 肉 店的蕎麦 这个银行 二位做了三年的Youtube 是 我们大概做了三年多 其实4年,4年都要来 因为当初我们做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上影片 但是做到一阵子太忙了 因为我自己有过自己的工作 他也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也知道编辑非常累 其实我们拍了很多视频 但是就没有去剪辑 太忙了 但是你们粉丝挺多了 一万多就停了 那现在准备再继续做吧 现在因为旅行 所以我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才重新拍一下 那你觉得如果做YouTube的话 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吗 其实我觉得可以 其实我觉得工作我放不下 那你挺喜欢自己的工作 如果可以 我是想要停掉我的工作 拍视频会比较有趣一点 那您工作能了解一下 我的工作 其实我是工程师 然后工作就挺忙的 太忙了 有时候就加班到晚上10点多 对 所以就完全没时间去管理了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 对我觉得YouTube吧 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喜欢呢 你真的可以做自己最喜欢的时候 对 对很自由 只要就是版权而已 你没有用其他人的歌曲啊 是的 OK完全没问题 是的 而且老师特别有魅力 是吧 就是一下子会让很多人喜欢 你们现在来等于是来一星期 是吧 来日本回来 来两星期 来旅游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去年才刚刚注册 注册结婚 所以这次回来呢 是要见他的家丈夫 还有亲戚 然后也顺便过年顺便旅游 要彩礼了 这是一个梗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女孩子不要彩礼 他们完全没有要彩 真好 对 然后想要买一些什么 手信礼物 比较隆重一点的手信礼物 给他 父母他都说不需要 完全不知道 对 这个太好了 然后婚礼 婚礼我们也没办 我们没办 对 我 马来西亚也没办 日本也没办 觉得娶个日本女孩子 是不是很幸福 可以吧 可以吧 祝你们白头偕老 生活美满 那老师 你喜欢新加坡 还是喜欢日本啊 对 但哪个地方也有很多地方 对 完全不同 生活吗 当然日本 很便利 但是我现在是日本人 所以日本生活的方法 比较简单 对 所以很迷惯 新加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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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安全的 自然災害也不太差 自然災害也不太差 日本也不太差 因為在新加坡也沒有 日本也不太差 日本也不太差 自然災害也不太差 因為太風也不太差 因為有很多問題 有些人在這方面 新加坡安全 新加坡完全沒有天災 對 很安全 外國人來新加坡 是很容易適應那裡的生活 因為很簡單 非常簡單 然後規矩很多 所以大家都不會犯錯 這會被發放 他也喜歡日本也喜歡新加坡 生活上面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沒有分別 在哪個國家都能適應哪個國家 這種感覺特別好 是吧 去哪都是一種體驗 都挺好的 你去過中國嗎 我還沒去過中國 其實我們在等開放 開放的話我們想去中國看 老師也沒去過 他去過很多次 他在日本 他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是中國人 是嗎 然後他在日本生活很多年了 日語是跟日本人一模一樣吧 印象之間每年都會跟他的好朋友去中國 真的啊 我還沒去過 那你愛吃西川料理 好嗎 西川料理 我沒有吃過 我沒有吃過 所以我和朋友一起吃兩次 但是 那時候 大家和朋友都吃過 全部吃過不辣的 全部是不辣的 點了不辣的 我沒有吃過 不辣的 對他來說是很辣 但是實際上 在四川不辣的也好吃 四川人特别的性格爽朗 所以他也特别喜欢中国 就因为那位好朋友跟他一起 有人说自己的日语不好 那您俩平时用什么交流 平时我们是尽量用日语 但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 就会用一些印语 参行或者是毕少八角 但是他明白我要说什么 息息消通 可能把生活在一起就久了 大概也知道我要说 我看你俩特别甜蜜 真的特别好 其实马来西亚是多元宗族的一个国家 跟新加坡一样 其实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脱离出来的 所以马来西亚有三大宗族 就是马来人 马来西亚 马来人 华人 我们叫华人华裔 还有印语 印度 印度人 所以我们的国语是马来语 但是我们也学英语 然后华人呢 华人自己就说华语 那你会三种语言 首先 生来就会三种语言 自然就会三种语言 太厉害了 现在又会日语又会英语 但是我们的华语呢 跟中国的中文发音真是不一样 对吧 能听懂 没有问题的 希望以后有机会一起去中国玩 咱们一起 其实中国确实挺好玩 每个地方特别多 各种各样的环境 各种各样的方言 还有吃的 主要是好吃的特多 中国料理 能吃得到 真的每天吃得到 四川 我最初去到四川 最初吃的 这边小吃 牛肉面 亚台 亚台 我感到惊讶了 亚台 所以中国最初吃的料理 牛肉面 非常美味 有影响 特别开心 我们跟老师 还有老师爱了 有机会 很开心 可以变开了 谢谢我们下一次 尽快 尤其是在中国 还是在新加坡 再一次 肯定有机会的 对 是 好 谢谢你抽时间 谢谢老师 请我吃饭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拜拜